哈喽大家好我是Ann 今天视频要给大家来拍一个空瓶机 我知道我拍空瓶机的频率非常的频繁 但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主题 比起什么爱用品分享 又或者是什么get ready with me 或者其他的那种分享类的视频 因为我空瓶机里面分享的东西 我是真的把它用完之后 再来给大家分享这个感受 我觉得是比较的理智一些的这么一个想法 我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长期的适合我 在各个季节是不是都适合我这样子 由于我拍空瓶机已经拍出了经验 之前就喜欢拿到什么东西说什么 那这次的话我稍微的分一下类 那样子大家听起来会比较有调理 各个产品之间可以有一个对比 首先就是要说一些 我用了量特别多的一些东西 U-FACE的面膜 这里就用完了五盒 我觉得是补水面膜里面 我暂时最喜欢最喜欢的一款 因为它的面膜纸很薄 然后水分又很足够 然后保湿效果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也不是那种很闷的 保湿面膜该做到的 它全部都做到了 然后一美面膜 然后两个老常客 可富美也是 可富美它就是主打修复类的东西 但是你说它修复效果多强的话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其实就是比较安心吧 然后它非常温和 无色无味 然后贴上去 水也是比较清爽的那种 有好吸收不闷豆 然后敷清我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过 它就是可以有消炎镇静的作用 对大家如果有长痘痘的话 也可以稍微试一下 但是你说它效果有多强大 我劝你还是去真清 对前段日子我又去做了真清 天哪真清还是一样的好用 一样的管用 然后也完全不会流坑 完全不会流痘印 所以真清 是我一辈子吹爆彩虹屁的一件事情 然后是三个涂抹式的面膜 这个是小黑瓶 我非常喜欢 Glam Glow的小白瓶 那小黑瓶我不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因为真的非常的强效而且锯干 以至于到最后是 Oh my god 里面还有点水 都是那种已经结块的 所以我是觉得太强效了 小白瓶已经是足够去清洁 哎呀好疼哦 小白瓶是已经足够去清洁我们的皮肤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推荐小黑瓶 然后这个是香提卡的钻石面膜 我之前爱用品有推荐过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给你皮肤各方面都会有一个改善吧 就一夜之间就觉得自己皮肤又细腻 然后又有什么亮白的作用 大家都说它里面添加了什么什么粉 所以它会看起来比较亮白 但是我洗完之后 我觉得也有一点点那种体量均匀肤色的效果 然后很多人也说它是贫富毛孔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应该都有吧 因为我觉得它对我的皮肤 真的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改善 就让你的肌肤 看起来各方面都会好一个两个度这样子 然后是这个奥伦纳素的这个粉膜 我只用了一片蛮好玩的那种 我没有说是有很神奇的那种效果 可能是我使用完一片没有太大的感受 但是真的是做完之后皮肤很水嫩 它完全不会倒吸你皮肤里的水分 它那个胶质 它是搅拌在一起的胶质 拖在脸上就觉得 真正的一直在给你慢慢的灌输水分那种感觉 所有的面膜或者护肤品来讲 我都觉得保湿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它如果是有保湿力的话 我都觉得它是好用的面膜 对奥伦素我现在暂时先不能跟大家分享太多吧 只用了一个 OK面膜类的先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面跟大家讲一些卸妆清洁之类的东西 曼丹的这个眼蟹也不多说了 就很好用 大家如果没用过一定要用 然后是香奈儿的这个眼蟹 我个人真的没有觉得香奈儿的眼蟹 跟曼丹的眼蟹有太大的区别 当然它会有细微的区别 肯定是有每一方面会比较好吧 但是我真的觉得在性价比各方面比下来 我觉得用慢单的就够了 然后卸妆的这个植春秀的卸妆油 我非常的喜欢 我之前绿色那一罐我上一个是空瓶也讲过 然后这个紫色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都是非常好用 它是那种油质很清爽 乳化也非常快 然后卸的也非常干净 我对卸妆油的诉求 它的那个油脂一定要是比较清爽 涂上去不会很闷闷的感觉的那种卸妆油 对它做到了就是那种比较轻薄的油脂 所以我很喜欢 OK卸妆讲完就讲一下洁面 用了超级多安的玫瑰妆油的洁面喷窝 非常方便 真的是懒癌患者应该要准备的一个 就是不用打泡 泡沫又非常的细腻 然后洗完又是那种很温和不干的 所以就是真的超级的方便 所以我自己真的是每天都在用 然后这两瓶是截面上新之前的试用版 也是用了很多很多 就一直其实在上新之前也会尝试特别多 然后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 不知道我的三八活动有没有结束 应该是没有结束的 它到时候会送这种小织妆 小织妆真的非常的方便 去日本大概七八天 两个人去使用还都是够的 所以是容量我觉得是也是很精用 不是那种一下就用完的 我们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做这个小的这种旅行装给大家 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一些水乳啊 精华之类的东西 水乳的话 还是这个代科的这个紫薯水和牛油锅乳液 甚至我现在在用的还是代科的紫薯水和牛油锅乳液 我真的超级的喜欢它们 就是用言语无法表达 然后它们的味道也让我感觉非常的治愈 用完之后皮肤也是比较光滑的一个状态 非常的推荐给如果你是油皮混油皮 又或者是有一些闭口剂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去试一下看 我真的觉得要比健康水的水乳一样啊 又或者是那个IPSA的水乳啊那些 就是主打去闭口的水里面 我自己用过的 我是觉得这个是最好用最好用的 然后就是我用完的很多精华类的东西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最久的就是这个Lamere的精华 终于用完了 这是第二瓶用完了 是我修复精华里面非常喜欢的一款 我是觉得它很好吸收 它是有一点贵质地的那种 吸收完之后就是那种mat 就是哑光的那种状态 就是真的吸收的很好 去那种新生痘印啊什么的 修复皮肤敏感啊什么的 应该都是我觉得不错的 虽然我没有敏感的问题 对 说到保湿的话 这两款我觉得保湿都非常不错 这个是 娇兰的小精瓶 不对不对 我又开始乱搞名字了 娇兰的复原蜜 很喜欢的一个油 最喜欢的一款嘛 我也没有用过好多油 因为我是会有皮嘛 然后我又是闭口肌 真的是不太敢用油 但这一款不会对皮肤造成太大的那种负担的 它的油就真的很像精华一样 基本上上脸之后 它就会吸收的很好 完全不油腻不厚重 就冬天来讲 混油皮啊干皮啊什么的 都会很喜欢的油 小棕瓶 我也是用了第二瓶了这个 我其实也很喜欢它的那个保湿度 它的保湿度和这种轻薄的又不一样 它也是属于还蛮好吸收的 但是它的那个保湿度我觉得要更强一些 它是那种我觉得更厚质地一点点的 好在它们都不会让我长闭口 不会太闷 所以我都是还蛮喜欢的 应该说是都非常喜欢吧 主打保湿的B5的这一款 不算太讨厌 它是那种涂在脸上滑滑的 它要滑很久 然后再去吸收这样子 吸收完之后呢 也不算是太闷太油腻 但是总归我就觉得有更好用的精华 然后还有这个精华 是一个小众品牌的这个精华 我就个人不是很喜欢 也是那种滑滑织剂的 它们都是那种里面加了那种 玻尿酸啊之类的东西吧 然后是TAKAMI的这个 角质调理液很喜欢 但是它真的没有太大的 去壁口的这种效果 它就是那种 能够让你的肌肤稍微稳定平滑一些 但是它没有说把这个壁口 真正的去除掉这样子 有可能是真的需要用很久 maybe 但是我真的也用过它好多次 真的如果想要去壁口的话 我自己觉得还是真经效果 比较好比较快 然后它这个我是想拿来 就是预防壁口生长 就清理毛孔 这样子 Lamere的眼睛滑 超级喜欢 但是就是 一点点保湿感吧 主要是它好吸收 所以我喜欢 对 然后像鱼子酱的那个眼睛滑 我也喜欢 我就觉得它们两个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都是很好吸收的那种 Lamere的这个面霜 它是真的是一个好用的面霜 特别是我在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 然后我用它 我是真的觉得它很保湿 唯一就是用起来真的好难乳化 然后后面我使用的方法是不乳化它了 我真的是让它直接涂在我的皮肤上面 我反而觉得那样子更适合我 我反而觉得它这样涂在脸上的时候 它乳化的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脸上原来会上一些精华 然后上一些水之类的 然后跟它在一起 其实也可以慢慢的乳化掉 在脸上的那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那个保湿度也会强很多 所以这是我使用它的方法 但大家不需要听过的 然后再讲一下这个小安瓶 红色的这一款 我之前已经用完了它们蓝色的那一款 蓝色那款要比这个强效 忘记了 好像就是普通的保湿款什么之类的 我把它打在屏幕上面 我自己对小安瓶还是好感非常足的 大家如果没有尝试 然后种草很久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下面讲一点身体护理啊 生活用品之类的 身体护理的话就先讲 安的玫瑰庄园这个抹杀膏 夏天之前一定要囤起来 然后这一款是橙花味的 我非常喜欢夏天来用 因为它味道会更加清新一点 其实玫瑰那款油皮和夏天 都是可以使用的 它们两个相差不会说太大 但是呢这款的话 味道会更加的清新橙花的 然后它里面是加了和和巴油 所以说对油皮完全没有负担 但是还是会有滋润度在 然后它里面的颗粒也是 我也讲了一万遍了 颗粒也是非常舒服按摩的 这么一个使用感 所以是非常推荐给你们的 对 如果你们没有用过 爱的玫瑰庄园的抹杀膏 拜托你们去用一瓶好吗 好歹你们用一瓶 你就知道我真的是没有在吹它 没有在吹爆它的彩虹皮 它真的是好用的好吗 然后是一个生姜的这个洗发水 我用了很久太干了我觉得 它是一个防脱发的这个洗发水嘛 但是我觉得你任何洗发水的前提都是 你要使用感好一点 但这个真的给我用的就是太干了 洗完之后头发就是很毛糙的那种 瘦腿乳对 我不是很喜欢 它是搓久了之后会搓泥的 我好像跟你们有讲过 有吐槽过是吧 有跟大家推荐过一个意大利品牌的 绿色的那个品牌的瘦腿霜 我觉得那个就非常好 它是那种按摩很久还是滑溜溜的那种感觉 然后完全不会搓泥 而且是那种很凉爽的感觉 就夏天用起来会很舒服 然后是一个牙膏 是之前很网红很有名的这个 Lebon这个品牌 我不喜欢用它 我是觉得它没有刷牙的那种快感了 它是那种没有清凉感的 就是那种甜甜味道的口香糖 画在嘴里的感觉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凉薄荷味的那种牙膏 然后它也不怎么会起泡 好像是忘记了 而且它好贵 它好像是一百多块钱 七八十之类的吧 一只牙膏 这个是我双十一手也分享过的一个洗衣球 超级香好吗 大家一定要去买这个洗衣球 天哪超级香 香味持久力也很强 它不是单单的味道香而已 它是真的很持久 我觉得我用过所有洗衣球和洗衣液产品里面最香的 然后洗衣球普遍要比洗衣液的流向能力要强 这个真的超级推荐 它有一个蓝色款的 也很香 但是这个更香 这个更得我心 因为它那个味道更加的独特一点 对很有标志性的味道 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欢 这个美瞳是 其实我用完了好几款 但这一款是我想推荐给你们的 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就是我戴的可能你会觉得不好戴 然后你觉得好戴的我可能觉得不好戴 但这一款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然后特别适合我眼球形状的 完全不会卡边 然后也不会滑片 戴起来完全没有异物感 然后也不干 我真的是戴完一天之后 真的有的时候就晚上都会忘记 我戴了美瞳这样子 真的非常的喜欢 这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 色号叫可利尔灰 我觉得可利尔灰挺好看 然后它还有个棕色就很日常 可利尔灰算是我戴过的美瞳日抛里面 稍微明显一点的了 所以我很喜欢可利尔灰 剩下几个就是美妆啊什么之类的 这防晒我之前推荐的时候 很多人说它是身体用的啊 怎么怎么样 你不能看它便宜 你就觉得它身体用 我也不是说买不起防晒是吗 我真的是看了 问了它是脸部的 它说是脸部身体适用 它确实是一个便宜的防晒 但是也没有说它脸上不能用好吗 而且我用下来 我觉得它对我脸完全没有刺激感 它是有含酒精的 但我自己个人对酒精没有很敏感 而且我觉得酒精灰发掉之后 确实比较干爽 我自己个人是喜欢酒精 也不能说喜欢吧 就是我现在用的防晒里面 很多都是含有酒精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是国产的 我也是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比如这个国产的 我觉得要比进口的那个好用非常多 这个同款它会有日本产的 它那个日本产的就是会泛白 然后里面有白白的颗粒 虽然很多人都说它的那个防晒力度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用在日常或者是秋冬还是可以的 然后两个美妆东西也是我最爱的 我竟然又玩了这个唇釉 就是Into It这个我最喜欢的颜色 Dark Cherry 205色号华重点做笔记好吗 就是90%如果我涂大红色的这种深红色的口红 我都用的是这一支 干掉之前它是还比较湿润好涂的 然后它干完之后的话就是一个mat的一个质地 然后这个是makeup forever粉条 推荐过一万次了 它用完之后大家一定不要把它扔掉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粉铺或者海绵蛋站到里面去挖这个头 还可以用非常久 多用了一个月吧 至少冬天来讲我觉得是不会油腻的 但它真的很厚重 它也不太持妆 不是十分持妆 所以你可以先预先做好一些打底 或者是之后定妆一下 但是它的遮瑕力度 以及它整个出来的对毛孔的这种处理 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棒 完全不会是那种厚重的遮瑕 它看上去是有妆感 但是不是那种厚重假面的感觉 是那种跟你皮肤契合度非常好 完全细腻的契合在你的毛孔 以及那个瑕疵上面的 我今年秋冬可能会多尝试一些粉条 对看一下有没有比过这个makeup forever的粉条 然后最后一个 今天真的是视频都在推荐 最后一个还是一个推荐 我终于用完了我这瓶香水 很多亲过来问我推荐什么香水 我都只推荐这么一瓶 因为真的我没有遇到我人生当中 这么让我有记忆感回忆点的这么一个香水 这么独特的一个香水 没有 其他有一些是太中性啊 又或者是太强烈 太独特 我又不喜欢 但是这个是很香 但是却又不一样 这就是Gucci的那个Flora这个系列 我都不舍得推荐给你们 我都不想大家都擦这个香水 我就不够独特了 但它就非常香 是那种很甜美的花香 但是又是 不好表达 香味这个东西不好表达 就是很甜美的吧 就是如果你讨厌它这个味道的话 就说明你真的很讨厌那种比较甜美的 很规矩的那种甜香味吧 但我就是非常喜欢它 是不是很不符合我的这个性格 我是不是应该擦那种木质香的那种人 但不是 OK那么今天的空瓶剂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东西 给大家推荐到了 就给大家种草了很多东西 对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这个空瓶剂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各位平台 Ambition 我们下次四明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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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